第三十六題 一電路裝置如附圖所示 電池的電壓為V 電阻器甲和電阻器已並連 此時流經P點的電流I1為3A 流經Q點的電流I2為4A 若不計導線的電阻以及電池內電阻 且電阻器皆符合歐姆定律 則甲乙電阻值的比為下列合則 我們曉得當我們並連的時候 總電流等於分電流相加 所以這裡是4安培 這裡是3安培 所以表示流經乙的這邊是1安培 那麼我們這兩個是並連 所以我們電壓一樣 根據公式V等Ir 所以我們電壓一樣的時候 I跟R會乘反比 所以甲跟乙的電流比是3比1 它的電阻比就是3分之1比上1分之1 也就是1比3 所以甲乙的電阻比是1比3 所以第三十六題問我們說 則甲乙電阻值的比為下列合則 我們答案選擇是A1比3 算是5分之1 因為你還是有誰 看他媽媽平 manifold 算是7分之1